浮晓 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以下浮上来,速度且慢且稳,将将看得到东西的程度,正适合吸一口新鲜的空气,说两句卧槽。 昨晚约好要一起看日出的人,很多都因为提前旅行了此事,睡得根本醒不过来。 但在清河市,许多人整夜无眠,江源也被一阵铃声给吵了醒来。 江队特勤发消息过来,他们准备整活了,柳畜让你回指挥部。 通知江源的是底下的小刑警,可知刘景辉等人现在应该已经忙碌起来了。 原家人苟急了跳墙,将工人发动起来搞事情,这是警方早就考虑到的情况,并且提前做了预案。 尽管如此,刘景辉等人还是万分紧张,这可是万人规模的场区,别说原家人的计划是什么,就是不按计划走,都很可能走出危险来。 江源说了声,知道了,挂掉电话,起身抹了两把脸就出门。 他在清河市,住家里剩下没租出去的一套小房子,并且将穆志阳,王传星,武军豪等人都给喊了过来,有个人每人一间套房,楼上楼下没租出去的房子,也都借给了宁台来的警员们。 这样,等江源下了地下库开车的时候,同行的已经快二十人了。 临时指挥部,人头攒动。 经常做专案组的警察都知道,案件前期如果不顺利,肯定是要加班的,案件要是顺利的话,肯定是要加班加点的加班的。 这边凌晨夺命靠打起来,大部分刑警过来以后,都是镇定自若脸。 江源也是乖乖地坐到会议桌的角落里,等着上面分配任务。 一拨人来,一拨人去,楼下的引擎声都响成了一片。 因为借员的案子,清河本来就得到了多个城市的警力支援,这会儿更是发挥了作用。 不用说都知道,接下来肯定还得有武警的介入。 理论上,只要应对得足够快,稳定就能基本达成。 因为这是有组织行动对抗无组织行动,后者要组成指挥核心,要形成一致的目标,并正式行动起来,都需要耗费几倍的时间。 更别说这种有预案的情况。 按道理说,建员的高层也应该是清楚这个状况的,而他们一旦失去了工人们的保护,自己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。 既然如此,建员还是一套组合拳将自己护山大阵给挠了,说明一个什么问题。 建员的人要跑了。 刘景辉忙完了一阵,喊过来江远,再对这些专职负责破案的民警道,现在得想办法把他们跑出来。 纪针能锁定位置吗? 用狗行不行? 立即有人提出想法。 刘景辉摇头,纪针和狗都不行。 几个人赶紧趁乱笑两声,顺便剪剪压。 余温叔嗨嗨两声,道,我们一直有防备他们潜逃,以及破坏证据,预案也都是有做过的,现在的关键是要执行到位,执行有力。 希望临时现想的办法,比之前深入考虑过的预案还要好,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天真的策略。 尤其是涉及到这么多的单位这么多的人,临时现想的策略再牛逼,等你沟通合适了,各方同意,再分配任务到位,再给各单位的负责人说明要求, 结合扯皮,让他们领会精神,安排好人员,再执行到位,大半天的时间都要过去了。 所以,这时候的高招,要么就是简单有效直插心脏的模式,几个人或者几个小队就能把这个事做了,那现想的可以。 除此以外,现在的指挥部最重要的任务,就是督促各部门各单位,按照预案做事,不要争先恐后,不要脱胎磨蹭,不要过度解读,不要超范围使用权力。 总而言之,面对大事件,就是尽可能完完整整的,按部就班地将事情做下来,就已经是第一流的应对了。 允文书,尹之队长,清河局的局长,以及省厅和部委的领导们,各自领了任务,依次出门去野。 等指挥部里只剩下十几个人的时候,刘景辉先是松了松林口,接着一屁股坐到江远对面,道,有什么想法吗? 江远贪手,道,派人直去中枢,直倒黄龙,就是怀疑他们的中枢要跑。 刘景辉撇撇嘴,袁剑生可能留下了,剩下的都要跑。 老大自己不跑,不只是江远,还留在会议室里的几个人都有点意外,贩毒团伙向来自私自利,虎毒不食子的描述都不适合他们。 刘景辉点点头,道,袁剑生七十多了,他肯定是没办法爬山涉水了,每天固定吃的药也不少,心肺病, 糖尿病,肾炎,前列腺炎等等,他现在要走长路的话,肯定要带这些长期用药,还要轮椅,说不定还要带呼吸机和医生,这些东西我们都有人盯着。 最后一句,他也是小小的透露了一点此前的布局,像是剑原这样的企业,警方要将他整体妥善地处理,那是不太容易的,可另一方面,剑原自己想要再维持以前的控制力和向心力也是不可能的。 警方随便找找,就有一堆人可以做特勤的备选了,那种随时可以联系到,让发几张照片和视频的人就更多了。 像是今天这种情况,剑原的人都知道完蛋了,茫然无措间,有警察提要求的,拒绝的是少数。 所以,从早上开始,刘景辉渐渐地进入了兴奋期,如果有足够的信息的话,推理党是可以过得非常爽的,而这样的机会可是真的不易得。 刘景辉此时自信一笑,总结道,袁剑生要走,就必须要有车辆配合,这方面咱们控制得非常严格,他们能做得不多。 再者,袁剑生应该也想守着剑圆吧,真这么丢掉,他能不心疼。 如果袁剑生还在剑圆的话,现在应该出来稳定人心了吧。 王传星思考着问,刘景辉点点头,应该会。 至于他现在还不出来,可能的原因就太多了。 刘景辉猜测的就比较深入了,比如袁剑生是否还有底牌, 是否有拿捏到一些人的把柄,不过对于此点,刘景辉就没有再说出来。 所以,你认为他们不是通过车辆逃跑,徒步。 江远顺着刘景辉的思路说,刘景辉点点头,剑圆的场区这么大,四通八达, 求生的话,翻山越岭都是有可能的,外面也有不知吧。 江远停顿了一下,又道,如果他们整个团伙都跑了,应该也会有特勤报告吧。 特勤可以是团伙外的人,说不定也有团伙内的,江远不知道, 但总觉得缉毒支队不可能没不知。 会议室里,不止江远和刘景辉两个人,刘景辉就只是笑笑, 然后道,目前来说,肯定说有一些不正常的信号的。 总之,常规的防范工作,咱们是做好了的, 但也得考虑追逃,或者亡羊补牢的问题了。 他说着办法,看着江远。 江远获得的信息少,推理方面还乏善可陈, 对他这样的技术员来说,要得出更细致的结论, 就只能是寻找更多的证据和线索了。 江远于是就着刘景辉的思路,道,那就进场勘察。 行吧,说走就走吧。 刘景辉本来是想看看江远有什么超强技的, 没看到,就直接起立了。 余文书等人都上去了,等于指挥部也前移了。 而且,以会要是确定执行抓捕的话, 下命令的肯定得是更高一级的。 走吧。 刘景辉把外套一拿就走,快速抵达现场, 就见前线的指挥部已经建到了建员的办公楼里。 同时,图真大队也开始将多人聚集的地点给划了出来。 江远要了几台电脑,调出监控视频来, 根据监控视频的布置, 先派人到各个节点查看。 这时候,对讲机已是响了起来, 原件声找到了。 在哪里? 余文书抓起了对讲机。 在化工厂的库房, 疑似携带有爆炸物和遥控器。 对讲机里的声音是公放的, 房间内的声音B级就降了下来。 化工厂可是能生产爆炸物和有毒化合物的地方, 其威力和杀伤力可以极其巨大。 多少影片到了要结束又不知道该怎么结束的时候, 就是用这种火光冲天和烟云密布的景象来做结尾的。